駕駛開著開著只見車身逐漸往右偏移 眼看就要撞上路邊停放的車輛 也沒有打算要減速 下一秒果然直接從車輛尾部撞了上去 巨大撞擊力道 讓自己也180度翻了過去 車殼碎片當場噴飛 肇事的休旅車四輪朝天 卡在路中動彈不得 被撞的第三輛車已經脫離現場 夾在中間的紅色轎車 看起來撞得最嚴重 後擋風玻璃整片碎裂 車殼板經幾乎撞爛 排氣管也搖搖欲墜 由於當下往前推撞引擎蓋 也歐陷變形 第一輛藍色轎車則是後方保險桿回損 整輛車被塵土覆蓋 十四號上午九點多 無姓男子開車從英哥中正二路 往大溪方向行駛 卻突然恍生自撞路邊三輛轎車 整輛車當場翻覆 他也自行爬出車輛脫困 無酒駕情勢 遠景後續也將釐清詳細肇事原因 並通知無辜遭撞的三輛自小客車 車主到派出所製作筆錄 記者蔡玉山新北採訪報導